大家好,我是Elsa,こんにちは,Elsaです 我们在工作或者打工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一下这种情况 客户提出的要求呢,我们没办法立即做出回应 或者是要需要把客户的来电呢,转接给别人 这种时候呢,我们经常会说到的一句话就是 拜托请稍等一下 那这句话,该用日文怎么说呢? 今天这个影片呢,会介绍给大家在三种不同的场合下 如何用日文说请稍等 首先呢,介绍一下在咖啡厅、酒店、餐厅接待客人的场合 请稍等我们可以说 这段对话呢,客人说 8時に80就是8点对不对 具体的时间点呢,后面跟2 那已经预约了对不对,过去时 这边还有一个语法 就表示 对情况的解释说明 那客人说 我预约了8点钟 然后面 就表示自我介绍 我叫安娜,对不对 那如果我叫エルサ 可以说 エルサ 如果需要更礼貌的说法呢,我们可以说 这段对话呢,客人说 タナカさんと 我和田中と表示和 三時に 三点 再三点 后面跟具体的时间点 后面跟2 对不对 会 什么人 就表示和谁见面 日语中写作约束呢 就表示约定 约好了 这边又出现了 就表示解释说明 对不对 那客人说 我跟田中先生约好了三点钟见面 现在说 申し訳ないですか 申し訳ない 就是すみません 非常尊敬的说法 申し訳ないですか 確認してまいりますので 確認確認 那这边又有一个禁语了 参ります 那这边原型本来应该是 確認していく 那行く 他的字前语 参る 参る 再把它变成 参ります 再来呢 我们介绍一下 在电话应答时 可以使用的请稍等 电话应答呢 和接待客人的情况 非常相似 我们也可以说 或者也可以说 少少お待ちいただけますか 少少お待ちいただけますか 刚刚食事をした 吃过饭 对不对 动词的他形呢 叫ばかり 表示刚刚做过某事 这边又出现了 うんです うんです 表示解释说明 对不对 那为什么前面有个な呢 ばかり呢 在这边呢 他就被看作是一个名词 名词呢 要叫な 再叫うんです 携带电话忘れた 携带电话 携带电话呢 就表示手机 对不对 我把手机忘了 かもしれない かもしれない 表示可能 好像 かもしれない 后面又出现 うんです 解释说明 对不对 携带电话を忘れた かもしれないんです 我好像把手机 在那里了 店人说 従業員に確認します 従業員 是从业员呢 表示员工 向谁谁确认 谁谁に確認します 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 请稍等 最后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 在工作邮件中 请对方稍微等一下的说法 お待ちくださいませ 很请您稍等一下 お待ちくださいませ 更加礼貌一点 我们可以说 お待ちいただければ ど存じます お待ちいただければ ど存じます 更请您 给我多一点时间 如果要更加礼貌呢 也可以说 お待ちいただければ 幸いです 更请您 多给我一点时间 不慎感激 以上这三句呢 都是非常礼貌的说法 我们可以用在 跟上司 跟客户的工作邮件当中 我们可以看一份邮件 すみません 就是すみません 非常尊敬的说法 很抱歉 这么晚 回复您的邮件 现在 现在 いただいた ご質問について いただいた呢 就是 もらう的 自信 说法 您给我的问题 对不对 質問 问题 前面加 5 表示 禁语 对不对 について 关于 关于 您给我的问题 サプライヤ サプライヤ 工艺商 と 和 確認 を取っています 正在确认 正在和工艺商 确认 对吧 しばらく お待ちいただければ 幸いです 更请您 多给我一点时间 不慎感激 しばらく 就是 少し 再给我一点时间 はい 以上です いかがでしたか 请稍等 这句话呢 根据不同的场合 也会有不同的说法 大家只要记住了 刚才那些句子的话 在不同的场合 都可以游刃有余了 如果你喜欢这视频的话 请帮忙 订阅 关注点赞 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题呢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また次回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拜拜 by bwd6